希望各位剛剛過了一個愉快的聖誕和Boxing Day 亦都在這裡預祝 我們還有一個星期不久就踏入2022的新年 Best wishes 進步 唉 說真的不好意思 要大家引頸以待 因為我真的很忙 例如我經常都說 我那條算命的短已經排到去下年的3月 所以現在要搞這麼久才會給到這個series的 2022的預言兼十二星在開運秘笈 再兼蝶蜜 王力雲 姜濤 何思培 但是這個系列呢 我一條片會太長 所以我會分開三至四條片 即是這個series 2022的預言兼十二星在開運秘笈 兼蝶蜜那三位大人物 這個series會分開三至四集 大家要給一點點耐性 還有記住要每集都看完 這樣你會先明白到整個脈絡的 還有大家知道 以前有些人都說 哎呀 聽到很多啊 頭昏老丈一次過吸不完 所以我為什麼今次要斬件呢 就每次短一點短一點 比你容易吸收一點 但是在講2022的prediction之前呢 我想先做一些2021的回顧 正所謂成仙啟後 繼往開來 是不是啊 那我們沒有過去 又怎麼會有將來呢 我首先想在這裡回顧一下 過往2021的預言 我有些什麼地方說中了 而第一個說中了的呢 就是我說今年的分價行業會輕盛 不單止有粉絲報料說是啦 就是如同啦 我也都有兩個朋友 一個是做新娘化妝的 另一個是做那些花位佈置的那些 他們兩個都跟我報起順 就是說 嘩 他們今年竟然是賺回了本 即是誇張一點來講 是即是疫情他們虧了多少 他們今次 即是今年是可以去完全 那個叫做什麼 即是一次過贏了回來 那我們在這裡不妨去片 去回顧一下我以前講過的預言 那我的好消息就是 雖然經濟差 但是有些什麼開始會好呢 那也有些行業會好的 就是結婚的行業 一些做喜事的行業開始會好回來 那所以那些新娘化妝師 婚紗店 婚禮司儀 那開始會慢慢彈起 那還有呢 如果大家是做一些美麗的東西 飾物 可能花花 彈靚那些 那這些行業都會算是好 那分界行業呢 這件事也是 我年頭語言已經有講過了 今年的分界會做得很好 那尤其是在這個疫情 經濟蕭條之下 那工作這兩行的人是可以 即是手頭叫做歡愉少少 那所以說實話 其實剛好下個星期二 即是在外國議之前的那一天 那我姐姐就會是結婚大喜 那然後這裡也有一個非常豐會老轉的故事 其實她是兜兜轉兜兜轉 本身是以為是去年 但是因為今年發生了些事情 那又以為是下一年 但誰知道最後就是今年 今年2021年結婚 那所以你說分界行業 今年是不是真的輕生 我身邊不是很多人的 statistics 來說 我只有1,001個家 然後她就是今年結婚 那我會說是真的中了這個 這個很極強勁的能量 然後 那組在2020 我已經不斷預言在2021 第一 無論是我們最關心的小漁村 或是我們背靠的那個Wall Corner 明白嗎? 長角落頭 那會有些怎樣的金融 債務危機 即是怎樣的爆雷 即是資不抵債 OK 那或者是一些樓房的風暴 是不是? 那尤其是Wall Corner的那個東北 會有些怎樣的租高的景況 那這些東西 通通在2021是應驗了 那當然我們最出名的 有恆大的債務 那還有不單止恆大 那甚至有些什麼花樣年 還有那些其他的很多 那些 即是 地產的公司 都完全是 那些事情 甚至 直接要搞到恆大集團 再加上 恆大物業 都是要暫停那個股份買賣 而甚至 有 即是有些媒體報導 哇 原來 即是 在恆大之外 整個政府隱瞞的負債 是高達8兆 即是整個 這個國家半年的GDP總和 是不是? 那這樣東西是 真的非常之恐怖的 那所以呢 果然 因為 我都說了 其實整個這個國家 會有一些外債的地方 因為我說他喜歡大撒幣 其他人可能故意不還債去搞死他 然後 即是在外面的部分 在整個國家的部分 例如我們11月 我們看到 其他國家怎樣去玩事這個地方 就是說 據報全球有總共32個國家 12月起會取消 對這個國家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OK 那這個是一個外憂 但是內患的話 再說 記不記得我們 曾經在 達脈冬季的時候 東北是 缺煤 停電 那就是說 東北開始會爆發一些這樣的事情出來 那當然那些人 怎樣去交稅 怎樣去 怎樣去 會再去 contribute 去給這個地方政府 對不對 同時我們想想 為什麼東北這些地方 會沒有煤 停電 就是因為一些外國的 policy 特意跟澳洲玩東西 不買煤 OK 最後就是 拿起石頭 摘自己的腳 是不是 還有 同時也真的在東北邊 OK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日本的電器巨脈東芝集團 OK 會在年底之前 全部撤出 不是全部 全面 你想想 是全面撤出中國 這個外資 外國的投資 大型地 離開這個大連 OK 因為大連 正正就是東北 這裏都寫了 North East Eastern City Dalen to Vietnam or Japan 這些東西 通通都應驗了 我早在2020 已經 講的 一些語言 我們在這裏 可以去重溫一下 啊 還有 一些樓 記不記得 我曾經 有一條 Live 我在YouTube 做過一個Live 是叫做 塔仙暖男 沾聲預言 2021年10月 我經常都說 十月風暴 十月風暴 那次真的是一個Live 我見樣在YouTube做Live 記不記得 也是預言了一些 關於本地樓價的事情 然後果不其然 在10月 立刻開始有很多 負面的消息 全部蜂擁而出 好了 2021年強國會爆 剛才說的金融問題 金融問題 從北面開始爆 北面就是首都 然後哈爾濱佛教大學 北面那裏 你們自己去看 那個強國三分圖 哈爾濱佛教大學 然後 袁吉林查 袁吉林 然後還有城吉思汗 城吉思汗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會開始爆 一些債務的問題 還有 看了其他的charts 一定是關於一些 外部的其他國家 和他有一個對著幹 去玩起他的意思 他們會爆 好 那2021年就 上升到一個國家的層面 咦 同時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他的好兄弟會不還錢 你知道他很喜歡大撒幣 四海斯內家兄弟 或者一些銀行擴產 而如果你們一向有做功課的話 我想年頭已經講過 今年 某個地方的東北面 就是黑麥瓜 市口木木 城吉思汗那些 很容易會有一些債務違約 我覺得我們儘管 放場雙眼看好戲 樓價 我在N年前 我想2019已經一路提大家 但在2022年 漁川的樓價就會倒下 因為其實它有少少像那時候 沙士 零三年沙士 是 有些相似之處 其實我想說 樓價是會反映到移民的狀態 因為他們是互為因果的 因為如果那些人移民 那你的需求跌 沒有人去承托住樓價 對 然後一路撿托托 所以我覺得這裡 是一個 第一個端藝可以覺得是有移民的 當然我之後也有其他的證據 但在這裡我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現在置業 或者去買地的東西 那要小心一點 不要現在 好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這張深刻的底圖 這張圖是2022年 漁川的榴槤合命 好 金牛座 即是在7-8的位置 OK 踏7-8 下跌 下跌 下面 垃圾 外圈有一個橙色的土星 那個就是榴槤盤的土星 它向哪個方向走? 就向內盤的月潤走 它們要黏在一起 其實這裡就是在2022年左右 金牛有些土地資源 內盤是義工 就會造成很多信心危機 價值觀會崩潰 什麼價值呢?就是對於未來猜想 未來土地更安不安全 更沒有價值 就會影響到大家的土地財富 土地財富就是牛家 同時呢 這個就厲害了 在獅子座 獅子座是在大五的位置 外面有兩顆橙色的太陽和水星 這個就是榴槤的日水 是跟裡面的藍色的金星合的 榴槤日水合明金 在外面來說它是在四公 在裡面來說它是在五公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而且你看到這個合成品 有條很厲害的紅色線衝向對面 就是在說任何一些不動產資源的商業投機買賣 很明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外面是四公 四公是說不動產和土地 水星是說商業交易 金星是說金 有名叫金融 獅子座是說投機炒米 這些東西就會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會衝動 而令到大家不得不政治 水族不是一個小危機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是將很多東西去曝光 水星是將很多東西去流通 就是有很多很震撼的消息 大家會跟它說 小心啊小心啊 那些東西 大家都會很害怕 它是衝向哪裡呢? 又是值得我們開心 為什麼值得開心呢? 我稍後會跟大家說為什麼 它正在衝動水平座 那顆天王星 是不是想不再搭這個位置 OK 然後呢 那個妙主天王 這個天王星呢 其實內公是在十一公 然後在外公是十公 十公和十一公說的是什麼呢? 首先是一些政黨政策 因為這個地區的政策有些突然的改革 而影響樓價 當然這東西不是值得開心的 但是值得開心的資處是什麼呢? 一些黨派團體的利益 它未必是地產商 而是政黨 或者一些黑社會的利益 可能因為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令那個樓價低了 我本身都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真的很巧 真的很巧 前天晚上我有個朋友 在一些WhatsApp群上 就發了一條連結 就是在鏗槍集 曾經有一集 就是他出現了套丁 有些丁權 丁權其實是由很多黨派去擺持 是吧? 正所謂的呈仙啟後繼晚開來 回顧2021 獎座什麼的部分 已經完結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展望將來 儘管看看2022 又有什麼新的預言 第一炮的預言 是非常值得高興的 正所謂 我真的恭喜你 要恭喜我自己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的人 接下來2022 桃花會非常黃 尤其是在頭三個月 即是一月到三月 所以為什麼這個也要放在我第一個預言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即是希望我可以盡快去出了這個2022的預言 大家可以盡快去take notes 然後及早去做好準備 Let's say 去裝個交友app 剛才我們回顧過 2021是旺婚嫁 哎呀 如果你說我還雲英未嫁 或者連盤都沒有的話 不用擔心 因為2022 哇 好棒 因為掌管愛情的金星 和掌管開心快樂 活力的太陽 會發生兩次很特別的相合 但它特別到有一個名字 其實叫做Venus Star Point 金星的一個暗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這條片的那個cover 不是有一個很漂亮的 類似那些收花線的圖案 其實這個就是叫做Venus Star Point 我在這一部分的最尾 我都會放一些相關的圖 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如果有志去學占星 不過這個真的比較高階 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Venus Star Point 一個金星去百年的一個圖案 為什麼金星就是維納斯 會是掌管愛與美的平衡呢 因為我想說 連它運行的軌跡都很厲害 就是我們這條片的cover 看到那個圖案 這個Venus Star Point 日金俠 在今年會發生兩次 第一次很快 就是1月8日 1月8日 日金俠會在摩傑山羊座的18度 然後第二次去到10月22日 這個日金俠就發生在天平座的尾位置 29度 再說一次 1月8日和10月22日 分別在摩傑座18度 和天平座29度 所以如果 在我剛剛說的星座的道數附近 你們有一些很重要的行星 那你們絕對是可以 benefit from Venus Star Point 就是一個比較fancy的名字 給一個日金俠 但是 它真的不是我純粹fancy 是因為它的角度的位置 特別出位 這個日金俠 Venus Star Point 日金俠可以 一個盤有360度 但是這個日金俠只可以發生在 5個度數裡面 然後今年竟然是中了2個 你知不知道 這裡那個 就是那個Rarity 是多高 那個稀罕性 所以今年你不去爭取 就算我不論你 你說我的盤 在摩傑18度 或者天平29度 我附近沒有星 但是我不管 你儘管都去爭取這個transit 就是真實行星的 那個美麗的爆破的能量 我希望你可以去找到一個伴侶 還有這個Venus Star Point 除了幫你去找伴侶 令自己漂亮一點 還有記住 Happy Go Lucky 你越是開心活力爆發 你越容易吸引到別人 除了這些去找伴侶之外 其實都可以讓你去更加了解到 一個自己的內在的價值 尤其是去審視一下你的愛情觀 OK 還有就算你已經在拍拖 其實每一個人 吸引力 都是會大大提高更多的 OK 尤其是你的名本 在剛剛兩個座的那些道座 附近有一些好的行星 如果他們有一些優良的chemistry 其實你是可以完全把自己的戀愛的價值 是在你的relationship裡面散發出來 然後覺得對方覺得你很吸引 然後可能就是那一天 他就跟你求婚 然後你們就定婚了 諸如此類 所以全人類 只要你還未 雙愛肯定有一句叫做什麼 但如未成佛星線 也會怕愛情前途甘 前途甘 前途甘 好了 as long as 你還是想追尋真愛的話 麻煩你把我剛剛講的兩個日子 OK 但是你說一個是在1月 一個是在10月 中間我是不是沒有機會了 不是喔 中間還有多兩次機會 就是在2月和3月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今年的頭三個月 真的是愛情的旺季 原來在2月16日 就是情人節之後兩天 還有3月5日 2月16日和3月5日 會有火金合火星合金星 火星就是代表性能力 是一些最原始的動物的慾望 性本能 金星就是代表愛情 如果他們兩個星是共母的話 你知不知道那個能量是漂亮到飛起 然後還要 因為火星 這兩次的火金合 都是發生在摩蝦座 又叫山羊座 而因為火星在摩蝦座 我們會叫一個黃的位置 Exalted的位置 所以火星本來的空性可以得以大大減低 而就去彰顯了那種原始動物本能 那種獸性 散發的魅力 這些特質 所以在2月16日和3月5日 全人類無論是星還是愛 他們都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滿足感 除了性之外 任何的這些情感的關係 都會很容易牽涉到金錢 例如你找的對方是一個Sugar Daddy 或者是一個包養你的富婆 不過其實尤其是男性 男性會是有錢的一方 所以應該是富豪包你多過富婆去包你 或者你會找到一些比較年老的男性 或者是一些在社會上已經比較有經濟實力條件的男性 這些男性 那個圖塊會很旺 或者如果你的對象是喜歡找這些男性 那就是good for you 還有這個火金俠 真的叫做做物真的很益我們 就是做物主 今年很棒 很good luck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火金俠其實每隔一年才會發生一次 但是今年竟然是發生了兩次 還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面 2月16和3月5 還有兩次都是磨蠍座 加上我剛剛講過1月8日那個Vinus Star Point 日金俠在磨蠍座18度 然後今次2月16和3月5 兩次火金俠也是磨蠍座 我想說 頭這三個月磨蠍座的朋友 你們的桃花真是黃到超級無敵爆炸 Single的朋友 真是有一個非常之高的機會可以出幅了 OK 講完那些開心情情塌塌的東西 現在就先去報一些壞消息 但是以下第二個這個預言 相信大家如果有追蹤我 都絕對不會陌生的 所以我在這裡想強調多一次的嚴重性 還有給大家更多的一些很敏感的日子 大家去留意一下 其實最早去到我第一次的Live 其實不是第一次 總之最早去到我在20年的Live 即是全球華人只需知道的三個預言 還有就算最近去到有一次Live 就是去講漁川十月風暴 總之沾沾預言 2021年十月的那個YoutubeLive 我都不斷提過 嗯 去到明年2022 By the end of 2022 那些魚艇的價錢就會翻艇 OK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在金牛座 天上真正Transit的金牛座 裡面會有很多的繁星移動 所以就會搞亂整個氣場 那現在我就要重新強調多一次 2022究竟有什麼空險 其實不單止是樓價 就算樓啊土地啊 都會很容易發生一些physical的震動 那些是地震 那這件事就不單止是給漁川 甚至是給整個世界 那接下來就請你們慢慢聽我微微到來 好 在2022年的1月18號 北交點會返回金牛座 因為北交點會返回金牛座 所以它會由雙子座返回金牛座 即是由雙子座的零度 Wood往後跳回金牛座的29度 我們要知道北交點移位 是一件長遠的大事 它不是我們叫的快行星 經常都動來動去 就像水星 很快就旅行完整個十二星座的cycle 不是的 北交點每次移位 都是會為整個世代的大氣候 去游上一些色彩 而我給大家一個歷史參考事件 原來上次北交點 由雙子座入去金牛座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聽著 03年的4月中 去到04年的boxing day 即是SARS的時候 而SARS對我們香港人的社會 一個後遺症 相信大家都記憶猶身 我先不說健康那些事情 我只是說樓價 哇 當年淘大那些樓 便宜到一百萬一棟 一家都不用 然後很多人因此 往後就自負 所以這一個就是2022的一個大主題 不過說真的 對整個世界都是 對整個世界都是 遠的不要說 你只看近的我們的北面 現在很多南美樓 很多工程都搞不定 資不抵債 那他們的樓價是不是已經跌到百分 新聞都有說 他們又要出什麼限跌令 限價令那些事情 好 但是我只說我們最關切的這個地方 只分析我們香港這個不交點 Ingress圖 什麼叫Ingress 就是移位移星座 我只說香港當不交點移日 金牛座升盤 不是那一刻的升盤 只去分析這個升盤 已經夠經典已經夠恐怖了 你們現在在這裏聽我說 或者可以趁這個時候去看一些 就是我歷來做千複算命的一些好評 但是有關這個升盤 我會放在我們這條影片最最最最厚 你們那時候可以慢慢去研究 現在我一路全部的底圖 都會是一些客人給我的好評與海嘯 好 我只說1月18號當不交點移入金牛座 香港那一刻那個升盤是怎樣的 原來香港的那個我們叫Descendant 一個下降軸 剛好就在金牛座的28度 然後我都說這個不交點移入金牛座的29度 基本上它們升1度 基本上就是叫它們黏住 你知不知道 當不交點黏住這個下降軸 我們叫Descendant 那個力量是大到幾大 Descendant是說什麼 Descendant是說別人 他人 即是說原來由1月18號開始 整個香港社會 我們不是再想自己的金錢財富 尤其是土地給我們的金錢財富 因為金牛座就是掌管這些 我們不是再理自己的房子有多少錢多少價值 我們要理會別人的那些 我們要理會整個市場那些 可能因為有一種整體恐慌的情緒黎曼 或者可能我們要不斷和別人鬥 拿一個賤價去賣掉一些物業 這個就是不交點合下降軸的一個意味 這個都還未夠經典 原來在同一刻 太陽會響摩蠅有叫山陽座 都是28度 他就會很順利把一些光線射過去 金牛座28、29度的位置 這條線我們叫做一條三分線 即是說一些能量很順利去交流 而我們要知道這個太陽在摩蠅座 但是也都在這個星圖的義工 第二個工位 第二個工位就是管財富 然後摩蠅座也是管土地的資源 或者一些政府政策 然後太陽就是把一些東西曝光 令你不得不正視 你不可以再把它收拾埋埋 整件事 即是說由不交點移入金牛座的那一刻 可能會有些政府政策 什麼都好 一些土地資源的目標 一些公共土地擁有財產的議題 會曝光爆出來 令到我們大家不再說 哎呀我動樓多少錢 什麼時候先賣掉它 高價賣掉它 不是啊 你還要理整個市場的一個大風向 然後去做自己一些決定 但這個決定是很危急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DSC族現在在28 29度 即是差不多 就會去到雙子座的零度 就快往雙子座 在一些這麼微微的位置 28 29度 我們叫做Aneretic Degree 即是說你做任何的事情 都會風風火火 很趕急 好像手快沒時間了 要跟誰去競賽 跟時間去鬥快一樣 何況同時 月亮會在獅子座 這個星盆九宮的位置 月亮會在獅子座7度 抱歉 月亮會在獅子座7度 這個星盆九宮的位置 直接衝黑 直接衝黑 直接衝誰呢 就是逆行中的水星 然後它就在水平座的8度 在這個座三宮的位置 OK 月亮在7度 它就會往前走去8度 但是水星逆行在8度 它就會往去身後跳一下去7度 即是它們倆是有一個感默的合訊 即是它們倆互相向對方進發 然後它們互相進發 但是我剛剛說它們衝黑 即是它們倆會打架 就著什麽事情去打架呢 它們這條軸是發生在三宮和九宮 就是講一些資訊 即是說 不交點移入金牛的那一刻 我們這個社會 會充斥著很多戰鬥的資訊 或者一些你死我活的資訊 一些很多衝突很多矛盾 各不相讓的資訊 這些東西會通通在那個市場 周圍亂飛的 大家能否感覺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好了 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發生向金牛座 我們不妨去看看 這個時候金牛座的主人在做什麽 正所謂叫做家裡失火 這個主人在做什麽事情 金牛座的主星就是金星 原來金星那時候 是在我們剛剛提及過的摩蕊座逆行 所以怕都是一些跟土地 一些土地政策 一些有關的題目 整個感覺就是 整個大環境大氣候 整個大宅 都是有這些土地的問題 令到大家很害怕 但是這些東西 是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因為連那個主人 即是說這個社會裏面的人 都是就著這些問題 是在這裏有很多的探討 有很多的研究 總之他們整個focus attention 就是去了這些問題裏面 我們剛剛說起過金星 在1月18日那一刻 會在摩蕊座 其實金星那時候的motion 是我們叫做一個逆行的狀態 而金星一直要去到1月29日 那時候才開始會慢慢停滯 然後順行 基本上叫做1月尾 在這裏打拆一下 不過其實不單止是由1月18日開始 其實是由你們現在聽到這條片開始 一直到2022年的1月尾 即是金星逆行於摩蕊座的時間 麻煩有些東西記住 不要搞你的頭髮 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無端端去搞一些新的髮型 不要無端端去 即是你本身是直的 你無端端去直髮的 即是直髮的 即是直頭髮的 無端端去電端它 或者無端端去染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或者無端端去剪一個很特別的髮型 因為你一定會後悔 還有 不要買鞋 這段時候 由你聽到這條片 即是在看這條片 聽到我的訊息 一直到2022年1月尾 不要買鞋 因為你買了鞋你會不喜歡的 或者它可能會有些爛了 什麼狀況都好 還有你任何的衣襪 你的皮膚的顏色 手指甲 不要轉那個颜色 光暗那些 不要走去轉它 什麼意思呢 指甲又不要無端端去轉顏色 頭髮不要無端端去染的顏色 唇膏不要無端端去轉顏色 如果你穿光鮮色的衣服 不要無端端去當黑白灰 因為這是事件 家裡的電燈這個時候應該比較容易壞 但是就算你走去換那個電燈泡 一直到一月尾之前都會容易再壞 如果不說到這個那麼特別的話 但是你家裡的光暗、陰暗調那些東西 會常常有一點點的變化 但這件事很難去解釋為什麼 總之起碼你自己不要去搞這樣的東西 你不要把家裡的光暗的油漆顏色 無端端去游過 因為這些東西總之通通過一月尾之後 你就會想把它轉回 你就會後悔了 好了 我們言歸正傳 我們繼續講這個不交點入金牛座 它對樓市可以有一個如斯大的影響 再說一次 上次是在沙士的時候 但是原來在個人關係上 也會有少許的 不是說少許的 都會有影響 在此後的很多年裏面 直到不交點再逆行去白羊座之前 原來我們會常常去探究自己的愛情價值觀 或者去探究 去揭開一種創敗 一種很害怕我們要面對的課題 就是 究竟你是喜歡對方 如果你有伴侶的話 你是喜歡她的人 還是喜歡她的錢 還是喜歡她的父親 這些也是我們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要去面對的事情 或者真的會有一些政治婚姻 或者一些建基於利益之上的情感關係 你很恐懼 但是逼著你要去面對 但是如果說好的一面 就是我們都會很容易找到 真命天子或者是女的 那個Mr.或者Mr.Right 尤其是你原來已經認識的人 在你的心命裡已經接觸過的人 很容易會讓你找回他們 然後你們是可以去共鞋 還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此後的很多年 這個世界的女權主義會上升 因為金牛座是一個Feminine Sign 我都說了 看上次SARS SARS之後 陳鳳虎珍是不是做了世衛的總幹事 這個已經是一個女權上升的意象 原來我們來到2022年 由1月18號開始 接著到往後很多年 都是會有女權上升 還有特別是豐滿的女性 特別是身材豐滿的女性 或者如果她的聲音是很特別 很好聽的女性 或者是很unique 她的聲音很unique的女性 那這些女性的權力地位 都是會得到提升的 還有很多女權主義的東西 會逼人去正視的 例如槍技合法化 槍技合法化 那在下年1月18號打後很多年 我相信不單止學 應該還有很多國家都會把槍技合法化 最近在台灣有一套電視劇 連續劇 叫做華登初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開始鬧得意痛哄 她就是一堆的女人氣 還有裡面都是一些媽媽神 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前奏 已經是我們2022年1月18號 不交點進去金牛座的一個前奏 就是講這些女性的議題 會成為世人的一個目光焦點所在 OK 那我們現在又跳進去1月18號 不交點移去金牛座那一刻 原來同一日裡面 在金牛座裡面的天王星 本身由逆行現在變回順行 他在10度開始順行 他就會在10度 然後賣向10度 12度 然後不交點 由金牛座29度 因為逆行 就會向28度 27度 越來越細 那就是天王星會和不交點兩個逐步逼近 是不是面對面逐步逼近 我想說天王星是代表革命爆破的事情 然後不交點有一個擴大的功能 這兩顆星在金牛座裡面不斷步步進逼 互相進逼 所以因為金牛座掌管土地 所以2022會是一個土地爆破年 它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什麼叫土地爆破年呢 就是地震 就是地震 還有尤其是 是一些不會爆火出來的 沒有火山沒有熔岩的地方 要很小心 所以就是說什麼呢 一些沒有火山 但是地震大的一些地區 很容易出現 如果據我的一個小小認識 我會知道什麼呢 最簡單 中國的唐山 四川那些 敏川那些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火山 你不像日本 台灣 台灣其實有沒有火山 台灣我不好照 但是日本有很多火山 我們明白了 但是一些沒有火山的地震大地區 這些在整個2022要很小心很小心 我還有 因為天王星也是掌管一些新科技 一些爆破的科技 就是什麼呢 所以2022也可能會有一些核爆 核洩漏的危機 而對於人民社會 如果我不說這麼大的環境 對於人民社會 就會容易有金融危機 房地產崩潰 我們之前也提及過 還有一些人民 政黨的利益集團 互相在供佛 互相在鬥到你死我亡 所以在此奉勸 如果你是做地產中介的朋友 小心隨時沒有路 勸你們最好 去學習其他的技能 去旁新 亦都在這裏促遠一下 中原地產可以盡早執拾 OK 那我所說 所有的這些事情 所有所有 無論是地價 地價 樓 地震 這些全部的東西 今年當然不是在1月18日 全都爆發出來 它的影響是很長很深遠的 如果只看回2022年 有什麼敏感的日子 大家需要去留意 第一個是4月11日 4月11日那時 北交點就會 4分 水平座的土星 水平座的主星土星 什麼叫4分 即是這兩個項目 會形成一個90度 我們叫一個壓力的上位 這件事發生在4月11日 然後在這兩個項目的22度 這是第一個我們需要去留意的日子 接著到第二個日子 或者叫一個時段 這個真的很經典 就是最早在7月中 但是如果我們步步進逼 最早在7月中 但是到7月26 也是一個 角度越來越敏感的時候 但是正正式式 去到7月底 7月31日 嗯 會發生什麼事呢 在金牛座的18度 天王星和北交點 終於合在一起 就是了 他們兩個終於 就是一直很遠的在一起 說嗨嗨 越來越近 然後終於兩個 抱在一起 最早在7月中 但是中間7月26 也是一個很敏感的時候 我當他們7月26 他們終於可以到手 然後到7月31日 就抱在一起 哇 這一個 天王星和北交點 上次發生是什麼時候呢 是15年前 即是這件事是15年都沒有發生過 不是說只是金牛座 是天不合 15年來都沒有發生過 那這個15年前是什麼時候 原來就是金融海嘯的前夕 再瘋了一點的是什麼呢 在一天之後 即是8月1日 連火星都加入他們 他們抱在一起 即是他們現在三個東西抱在一起 嘩 所以我想說 7月底 8月頭 是一個很恐怖的時期 是我剛剛說的 所有那些什麼 流家地生那些 全部一個會爆發的高峰 OK 因為天王星其實在金牛座 是我們叫一個月躍的位置 月躍 然後火星在金牛座 我們叫一個落陷的位置 即是它是非常之充滿敵意的 一定要搞錯個派對的 然後不交點 就是將這些東西全部擴散出來 所以我說 其實在7月底到8月頭 就應該不單止地震 這一下就應該真的連熔岩都會爆出來 就應該會有火山爆了 OK 因為我剛剛說過 其實2022整體上應該是地震多 尤其是一些沒有火山的地震大 但是去到7月底 8月頭 這一下的勁爆時刻 連熔岩都喝不住要爆出來 真的很恐怖 好 然後再來我們又有些什麼發生呢 在9月15日到10月23日 但是尤其是10月4日 這一天 天金牛 就會四分土水平 然後如果你熟悉仙星 應該知道 天王和土星 兩個星都是水平的守護星 即是一個人的子生命都在打架 他兩顆主星都在打架 而這個星象會更加容易凸顯到 我剛剛提及過 那個人民政黨利益集團互鬥的議像 好了 講完這些什麼不交點 天王星土星 現在就想講一下 一些月食日食 過往的日月食 整年多的日月食 都是發生在射手雙子 這個對公星座 我們叫這條這樣的星族 因為他們兩個是打對台的 這兩個星座 然後那個主題 會講一些資訊交流 但是我想說 入到2022年 連這個日月食 都會不停發生在 金牛座 和它的對家天傑座 即是 我們很多人生的主題 和很多人生的大事情 都會圍繞著一些什麼事情發生呢 就不再是 射手和雙子掌管的 什麼學習和資訊 而是會變成 金牛和天傑掌管的一些 Matters Materials 我們的Possessions 我們的擁有的東西 財富 我們的權力 令到我們感覺到 很舒適的一些物質的享受 我們的安全感 即是接下來整個2022年 我們就著這些問題 都會發生很多很大的Crisis 再次要比出四個日子 第一 是4月30日 我們會有 日編食 再加新月響金牛座 4月30日編食 加金牛座新月 然後是5月16日 我們會有 月全食 加天蠍座的滿月 然後是10月25日 有 日編食 加天蠍座的新月 最後是11月8日 我們會有 月全食 加金牛座的滿月 特別是4月5月11日的那3次 這次就是那些 日食月食 那些新月 滿月 有時他們會 四分 水平座的土星 有時他們又會合回 金牛座的天王星 有時又會去 對沖金牛座的天王星 即是全部東西 都圍繞著金牛座的那些東西 是揮之不去的 只會愈來愈煩 愈來愈困難 基本的理論是這樣的 凡是這些 這些什麼新月 滿月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能量點 它還要加上一些日月食 就會將這個能量乘了10 然後它還要有那些什麼 四分土星 俠天王星 衝天王星 就會將這些東西 乘大多10倍 加起來乘了100倍 非常之恐怖 所以 在我今天講的全部那些議題 金融危機 房地產崩潰 人民正多利益互鬥 地震 甚至是某些特別時候會發生爆發 嘩 今年是真的叫做無日無日 因為你真的計算這些日子 是整年都是滿布地雷 還在這裡奉行一下 下年Crypto 真是最好不要碰 亦都在這裡溫馨提示一下 金融 天蠍座 和水瓶座 這三種人 你們下年 就比較多的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動盪 尤其是我們經常都聽到誰座 剛剛講過 金融座 所以真的要濫定安全帶 還有記住 cash is king 還有我剛剛講金融天蠍水瓶 這個排名是 是分先後自在 最差的真的會 最多 不要說最差 最多大變動的真的會是金融 然後第二是天蠍 第三才是水瓶 雖然我們剛剛聽過水瓶 都很多次的那個名字 不過畢竟你們的廟主 我們叫古典占星 你們的守護星 土星 仍然都是守護著你們水瓶座裡面自己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位置 雖然有時候受到一些外流的挑戰 所以水瓶座你們都應該叫做保持住 都應該不會說這麼貧能 那麼脫頭脫底 但是金融座就真的比較差 或者不好就差 比較大動盪 什麼叫金融座的人 或者我剛剛說天蠍座的人 或者水瓶座的人 但凡這些XX座的人 即是說 如果你的太陽星座是這個座 或者你的上星星座是這個座 或者你會有很多群星拱在這個座 我們英文叫Stellium S-T-E-L-L-I-U-M 但是詳情那個 真正的解釋你們去Google 因為我在這裡說一定不夠Google 那麼詳細的 還有什麼為之 Stellium 我們叫星群或者星序 很難一概而論 所以我 最好不是在這裏 我將這個責任 Shift 到你們自己身上 你們自己去Google 自己去參透 OK 又或者 如果你們曾經找我做過一些私人服務 我叫你們去留意那些星座 但凡這些不同的準則之下 如果你是中了金牛座 你自己下年就南定安全帝 還有比較進階的占星學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星座 如果你知道這些星座 落在你的名本裡面 哪些公位 哪些房子 因為星座我們是叫Zodiac Sign 但是我現在在講哪個房子 那些房子 那些公位都是會比較忙碌的 最後來到最開心的部分 就是2022年12星座開運秘笈 那我先會講 I mean 我們這一輯 我只有時間去講一個星座 就是射手 又叫人馬座 因為大家看到這條片已經很長 那我就沒有時間去講其餘11星座 還有至於什麼王力韻 何思培和姜濤 那些東西 我會放在後面的部分去講 但是又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這麼多星座 不選偏偏偏 只是選擇了射手座先 不是因為我自己太陽射手 所以偏心射手 而是有原因 話說在之前 水溢天秤那條預言片 成龍造封面那條片 我不是曾經在comment section 那裡搞過一個投票 叫大家去投一下 你們是什麼星座 話說那時候 因為射手的反應是最高的 那我不論你們是最熱斜也好 或者你們是最肯去看comment 也好 總之你們反應最高 那我就根據那次的投票 多少 去定我以後 一些趕星座的priority 所以呢 正所謂 每個人的criteria 是一樣的 那你們去重溫那部分 好 射手又叫人馬的朋友 來到2022年了 是一個很好給你去疏理你內心 一些安全感問題的一個很好的階段 這個安全感可以是來自一些疑時的恐懼 一些不快的回憶 那趁這個2022年呢 你是可以靠一些宗教行為 一些靈修去清除這些東西去的 又或者如果和家人一直以來是有一些磨擦的話 那我就真的恭喜你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雖然呢 逃避可恥 但是很有用 正如那部日本電視劇 那個名字 原來 今年 是你去逃避 一個你相同很好的一年 當然 如果你有一些 心理情緒 你是可以靠靈修去搞定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 家人 當然我也都希望你是可以去三可六面 去跟他去搞清楚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勇氣 或者他沒有這個顏面去面對你的話 你是可以靠逃避 而去離開這些不快的情緒的來源 以至你最後是可以去找回你的inner peace 你內心的平靜 即是怎樣呢 即是你可以搬走了 恭喜 2022 而是一個給你重新去認識你的根 不是你的根 你的根 這個根不是你貼馬根的根 是樹根的根 root 你去重新去認識去審視你的根 很好的一年 正所謂 你會計往開來成千契後 你會去回顧你的過去 你會去看清什麼帶到你來這個位置 即是造成今天的你 然後你就可以更加有利地去評估你之後的去向 如果你是一直想離開一個很toxic 很toxic的一個family的環境 你可以搬走 你可以出去租地方 甚至買樓 不過買樓 記住我今年之前說過的預言 OK 甚至在這個時代紅樓之下 你有很大的機會會移民 通通都可以給你去逃避一些壓力 一些家庭的壓力 正所謂沒有眼指乾淨 但是如果你說 我家裡一向是很開心很舒服的 OK 但是你接下來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重新去裝修 去裝飾 去買一些新的傢俬 去令到你家裡變得非常漂亮 或者搬去一些更加夢幻的dream house 尤其是一些可以看到水 例如看到海的地方 亦都因為你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可以找到新的地方 一些很舒服的地方 自己去安居樂業 當你結束我以上所說的 所有domestic matters 即是這些家居居住的事務之後 你會一反常態 竟然無端端變得很窄 因為我們經常說 射手是往外走的 好像一隻馬一樣跑來跑去 但是有一段時間 你會真的很享受你新的家具 尤其是如果你有甜蜜伴侶 你們就會更加去爭取這個機會 去二人世界 尤其是我當香港一向有土地問題 如果你一向和家人住 可能沒有這種私人空間 但是如果你接下來是有機會 自己去租地方出去住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大機會 去享受一些熱人世界 還有就算不是熱人世界的話 射手一般都是很好客 很熱情奔放 很熱情奔放 所以在愛情之外 亦都會經常去招貧喚叛 去和你的房子去熱熱一下 即不是說熱熱 去房子熱熱一下 另外如果你一直很想去養小動物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候 但是在這裏又要去做一個道德的勸語 首先以領養代替購買 以及養小動物是一個一生一生的責任 那你就不要說到時 一個麻煩就走去棄養 雖然我去勸你做這回事 但是也要讓你知道責任的所在 除了我在這次這條影片 預言部分 講過的那個桃花很旺盛的時候 原來對於射手座來說 原來由五月一直到十月尾 都是一個愛情的高峰旺貴 所以你想想 真是旺到少 因為記得我在預言的部分 我講過一二三月 這三個月是對全人類愛情很好 然後一等就要等到十月了 但是原來對於射手來說 只是射手 忽然之間 五月到十月中間的空間期 是可以去填補了 就是射手有這個幸運 所以原來2022 真的是射手的一個超級無敵 愛情桃花鏈 還有這個五月到十月尾 如果你不選擇桃花 但是你選擇三寶寶都可以 如果你跟你老公老婆已經很穩定 那還要什麼桃花呢 但是如果你們想做人 都可以在這時候做人成功 最後送多三個黃金吉日給射手的朋友 是三月十七至三月十九日 在這三天裡面 很多願望都會成真 但是這些不是說 你無端端要做你家成的願望 是一些尤其經過你刻苦努力的東西 在這三天可以見到一個成果 以及可以令你明成利就